在爱与欲望交织的迷离世界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如同一支精尿的双能舞,需要默契与配合才能完美呈现。 来人的亲如亲闻和细腻抚摸,不仅是这支舞曲中不可或缺的音符,更是要你性沉醉其中,翩翩起舞的魔法咒语。 然而,在这段亲密的旅程中,你是否增进下心来,思考过女人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你性的情欲只像一朵娇嫩的花蕾,需要阳光雨落的滋养才能徐徐绽放。 它们的性兴奋来得缓慢,犹如春天里悄然融化的积雪,难以一蹴而就。 这背后蕴藏着深刻的奥秘。 其一,女性的性兴奋机制宛如一部精密的钟表,与男性那般简单直接截然不同。 它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前夕来唤醒内心沉睡的欲望,只有在这段耐心等待和恰到好处的氛围烘托中, 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种令人陶醉的快感。 犹如品尝一杯纯年好酒,唇香在唇指间缓缓绽放。 其二,精神上的紧张和不安宛如一道无形的屏障,阻碍着女性享受性生活的脚步。 如果内心充满焦虑,犹如惊弓之鸟,身体又怎能放松? 在这种情形下,不仅难以攀登快感的巅峰,甚至可能因缺乏滋润而面临撕裂和受伤的风险, 就像一朵未经雨露滋润就被强行采摘的花朵。 其三,女性的兴奋点和敏感区域犹如一张神秘的藏宝图, 需要细致的探索和轻柔的技巧才能寻得真正的宝藏。 如果只是盲目用力,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指挥室被公办, 难以激发真正的激情。 许多男性误以为通过时间的长度和力度的强度可以取悦女性, 实则是来源北辙。 对女性而言,性爱不仅是肉体的交融, 更是灵魂的共鸣,是心灵深处最柔软角落的触动。 很多男性希望自己的半死在床地间呼吸急促, 高潮迭起,却常常忽略了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 米性是极其感性的生物, 单纯的机械运动并不能帮助他们摊登快感的高峰, 反而会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 犹如在沙漠中跋涉。 因此,打动女人的心才是最洁净的通道, 让他们达到欢愉的巅峰。 许多男性喜欢直奔主题, 忽视了性爱前的温存, 而这种草率的前戏往往如同未经发酵的面包, 未同嚼辣。 聪明的男人应该懂得巧妙运用技巧, 点燃你性内心的欲望之火。 在前戏中悉心呵护, 犹如园丁照料珍惜花卉, 点燃他们内心的渴望, 最终的亲密结合自然水道渠成。 灵活的手指和微柔的双手, 在此时就像是魔术师的道具, 只有用心的抚摸与亲吻, 才能让他们完全群聚其中, 犹如蝴蝶正齿, 实现最华丽的情感释放。 而女性的皮肤触觉需求与婴儿相似, 轻柔地抚摸, 温暖地拥抱, 甚至手指在肌肤上青秋滑过, 都会让他们全身颤抖, 顺从地迎合每一次触碰。 那种欲望的释放, 仿佛在指尖绽放, 如此自然而美丽。 愿美对情侣都能在情爱中 找到彼此的默契, 达到无可取代的高质量亲密体验。 时间是世间最无情的掠夺者, 无论我们多么珍视, 它依旧会从指封间巧来溜走。 然而,在性爱中, 浪费的时间却有着别样的价值, 那是一种彻底值得的体验。 慢慢来,从指尖开始, 轻轻划过对方的每一寸肌肤, 感受手掌的温暖, 动作柔和而细腻, 仿佛在美丽的云雾中静静漫步。 手指如舞蹈般轻盈, 向美丽的女神按你的节奏拼跟起舞, 亲爱的第一脑中, 就揭示了所有的和谐美好。 然而,粗暴的男人, 有时如同一场肆虐的暴风雨, 无情地折断女人的头, 将她们猛地推倒在床上。 这种蛮横的态度和强壮的体魄, 让女人感受到自己如狂风中的细草般, 被带入了一场无法抗拒的旋风里。 在这个过程中, 她们却体验到一种柔软而奇妙的快乐。 这并非变态, 女性的本能天生是接受者, 她们渴望更强大的异性。 因此, 尽管粗野的行为, 让她们在理性上产生强烈的满足感, 但其中也带着一种男性对自身, 及对方的诱惑力的自信, 这种自信足以让女性感到兴奋和迷醉。 粗野的动作虽然带有力度, 但却并非单纯的野蛮, 而是统治者的感觉。 当然, 这绝不是强奸。 因此, 技术上略带粗野的行为, 往往紧随在情话之后, 你的粗野并不是野兽般的疯狂, 而是一种控制和掌握, 只要拿捏好火后, 粗野也可以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在性爱中, 语言也是极其重要的武器。 黄色笑话, 淫荡的故事, 有趣的暗示, 这些话语有时比任何行动 更能打动女性的心。 女性天收荣利益被语言组诱惑, 一个强妙的男人 绝不会去找女人的青睐。 缠绵的情话, 甚至带些肉麻的语句 都能让女人的眼神变得朦胧, 细而变得柔软, 仿佛整个身躯都要融化在你的怀抱中。 不要再信奉所谓的沉默世间的信条了, 在床上, 这只会让你的女人感到无趣。 请记住, 女人总是喜欢情话, 哪怕那句话听上去再讲, 只要是她喜欢的能说出来的, 她都会陶醉其中。 如果言语无法打动她, 那么用歌声来取而代之吧。 大多数情况下, 音乐和言语一样, 能带给女性深深的感动。 其中三种情感的情话尤为关键。 其一, 主动赞美女人。 每个女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她们天性中有一种虚荣心。 所以, 男人若想哄女人开心, 若想看到她们的脸庞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就不妨多说些赞美的话语。 比如, 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简直就像白雪公主。 或者, 你的笑容真迷人, 完全可以迷倒一片。 再或者, 你的气质真高雅, 我很喜欢你。 这些简单的赞美话语, 虽然朴实, 却能让女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快乐和满足。 最终, 记住女性天生一倍情话打动, 只要抓住这一点, 戏爱中的任何一秒, 都将变得无比值得和美妙。 在借梁的街头, 哪里如何哄女人开心, 激发她们的和忙?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深, 只需从真诚的赞美, 舍得付出与细腻关心这三点入手, 便足以赢得她们的芳心。 首先, 赞美女人要从心底里涌出诚意, 不能是泛泛之谈。 每一句话都需要有质感, 发自内心。 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听虚伪的恭维词, 而来自内心深处的真诚话语, 才能击中她们的内心。 那种让人感觉云淡风轻, 如涓涓细流的赞美, 才是最为动人的。 其次, 一个智慧的男人要学会为女人付出, 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给予, 更重要的是给予心灵上的抚慰和帮助。 男人类要明白, 感情中付出并不是吃亏。 实际上, 一个懂得舍得的人, 才能得到真正的回报。 当你愿意付出, 为他花钱, 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时, 他会感受到你的真心。 真正聪明的男人, 懂得把女人看作长期投资的合作伙伴, 通过付出, 获得他们的真挚心意。 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 不仅让感情更加深厚, 也让你们的关系微发稳固。 当然, 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男人们也需要体现出自己的悉心关怀。 女人在意的是那些不起眼的小细节, 那些让她们感到温暖的关心。 天气转冷时的一句暖心提醒, 即假日时的简单祝福, 特殊日子里的精致礼物,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却能在女人心中掀起温暖的波澜。 男人们不能只是口头上的关心, 还需要实际行动, 比如帮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给她制造惊喜。 这些细心而又真诚的关怀, 会让她们感到说不出的幸福和感动, 从而让她们的和尔蒙悄然飙升。 总的来说, 要哄女人开心, 激发她们的和尔蒙, 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巧。 只要男人们懂得真诚赞美, 愿意付出,细心关心, 她们就会感受到你的真情。 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只要男人们用心经营感情, 真心待人, 便能赢得她们的心。 男人要想追得心仪的女人, 不仅仅是靠花言巧语, 还需要智慧和幽默。 注意细节, 少说多听, 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 并投其所好, 这些都是基础。 懂得欲情故纵, 适当装点自己的优点, 这些小技巧都是增强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最终, 女人愿意走进你的世界, 只因为她们感受到了你的真诚与用心。 仅靠男人一方的努力, 还是不够的。 男女的相处, 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相互理解, 包容和支持, 才能走得更远。 因此, 男人将和女人开心, 激发荷尔蒙的同时, 也要牢记尊重女人的感受和意见, 不能强人所难。 只要男人用心去经营感情, 就能够取得美好的几果。 聪明的女人也需要学会一些技巧来抓住男人的心。 张爱玲曾说, 人生最大的幸福, 是发现自己爱的人, 正好也爱着自己。 拥有甜美的爱情, 大概是每个像你我这般普通的人所渴望的吧。 两情相悦固然美好, 但不是每一刻真心都能得到回应。 人是情感的载体, 同时也比情感所支配, 这才有了那么多吃男愿女。 但胆情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 有人找到了恋爱的诀窍, 胆情生活因此越来越幸福, 有些人却明明很认真, 最终却爱人收场。 生活中, 总有一些人如同夜空中的繁星, 闪烁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他们的魅力如同一股清泉, 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会对他们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 那么, 这些人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首先, 他们如同一颗挺拔的白痒, 自信而独立, 不依靠他人。 俗话说, 自信的女人最美丽, 这种美丽不是肤浅的外表, 而是源自内心的光芒。 自信的女人总能在别人眼中的迷宫里找到出口, 这会让男人感到安全, 因为他们让男人觉得 他们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港湾, 可以放心地将自己的船去停靠。 自信的女人不仅能力出众, 她们更懂得在男人面前适时示弱, 如同春日里的细雨, 滋润着男人干涸的自尊心, 让她们心生联系。 其次, 她们如同一杯温热的茶, 温柔体贴, 成为男人心灵的庇护所。 温柔体贴是女人以生俱来的天赋, 只是如今这个钢筋水泥的世界, 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导致不少女人, 培养出了一颗坚硬如铁的心, 不愿对外展示真实的自己。 其实男人总是会关注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抵抗不了那些如情似水的女人。 所以, 面对你所喜欢的男人, 不妨卸下防备, 做一个小女人, 倾听她的心声, 成为她心灵的栖息地。 最后, 她们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画卷, 注重仪容, 懂得打扮自己。 人都是视觉动物, 男人尤其如此。 天生励志固然可贵, 但后天的气质培养更加珍贵。 聪明的女人会像 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一样保养自己, 深谙打扮之道。 通过合理的打扮, 对景提升自身魅力, 还能让男人心生好感, 如同欣赏一幅美丽的画作。 善于隐藏自己身体的弱点, 是一种智慧, 而精心打扮, 则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这不仅让你看起来精神焕发, 也能在男人面前透露出你的独特魅力, 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被你吸引, 如同蜜蜂对花香吸引一般。 这世界上的所有感情都是需要认真经营和维持的, 如同照料一座美丽的花园。 好的感情需要两个人不断地投入和经营, 如同盐丁细心照料每一朵花。 两情相悦固然难得, 但真正的挑战在于接下来的长久相处, 如何让这座花园四季长青。 聪明的女人早已明白, 要在与伴侣的相处中牢牢抓住她的心, 并她难以离开。 实际上, 这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巧, 诀窍在于首先了解自己并爱自己。 只有先爱自己, 才能吸引到别人真心的爱, 就像一盏明灯吸引飞蛾。 真正的好感情, 是两个人为了对方, 不断进行努力和成长的过程。 彼此之间要势均力敌, 如同两颗相依的树木, 逐步变得越来越优秀。 在这分散复杂的情感世界中, 唯有悉灵的默契和彼此的尊重, 才能让爱情长久。 愿美对相爱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携手走过漫长的人生旅途, 如同两只相依的候鸟, 共同飞越生命的四季。 爱情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而是两个人共同谱写的旋律。 在这首旋律中, 男人的温柔与女人的温情相互交织, 演绎出最美的乐章。 让我们都能在这世间的繁怀与喧嚣中, 找到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美好, 如同在茫茫沙漠中发现一片绿洲, 感受到真正的爱情与幸福。 让我们携手共度人生的每一个春秋, 在时光的长河里留下属于我们的独特印记。 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你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谢谢大家。